內卷現象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累死自己也要內卷呢? 原來是美國人提出的 但是為什麼成為中國特色呢?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韋賢 由去年開始 內卷這個詞就開始在網絡爆紅 由網上輿論來看 內卷似乎已經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方面 企業之間為了爭奪資源 學生為了高考升學 員工為了工作升職 都陷入了內卷化等等 似乎萬物都可以內卷 而這個內卷和現在大陸的另一個流行詞 躺平其實也是很有關係的 那麼到底什麼是內卷呢? 造成內卷的根源又是什麼呢? 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在哪裡呢?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些話題 內卷這個詞有點抽象 我們就先來講講 內卷這個詞的起源 內卷英文是Influsion 本來是個標準的學術用語 和進化Evolution意義相對 直接點說 內卷就是向內進化、演變 1936年的時候 美國人類學家 戈登威達 從藝術角度 最早提出內卷化這個詞 用來形容某些文化模式 帶到一種最終形態之後 無法自我穩定 也無法轉變為新的形態 那怎麼辦呢? 只能讓自己在內卷更複雜化 舉個例子 譬如無理人的裝飾藝術 可能只是幾種花紋模式 重複運用 沒有更多的創造力和多樣化 但每一種模式本身的設計 就是非常複雜精細的 我們通俗說 看來有些是低水平的複雜化 就是一眼看過去 覺得很震撼 感覺真的花了很大功夫 每一個小地方都是精雕細磨 但回來覆去 總是那三幅被 這個戈登威達 還將戈德式建築藝術 也叫做內卷 到了1963年的時候 另一位美國人類科學家 格爾茨又在自己寫的書裡提到內卷 他借用內卷化的概念 來應用印尼爪瓦的水稻業 他發現 印尼由於缺乏資本 土地數量有限 當地的爪瓦人 只能給越來越多的人 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產 雖然能夠穩定地維持邊際勞動生產率 也沒有造成明顯的人均收入下降 但這種發展的表現 是農耕經濟 內部越來越精細化 複雜化 是沒有辦法進一步升級 不能由農耕社會轉化為工業社會 我們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 就是人多地小 並不意味著內卷 而在過程中轉化成正間細作 格爾茨將它叫做一種 過分欣賞性的發展 但是 內卷這個詞 在當時傳入中文概念的時候 意思就改變了 在1985年 中國歷史學家王宗志在他的書提到內卷這個名詞 他說中國的小農經濟 勞動力過多 土地又有限 形成了一個個物化增長 特別是出現邊際生產率低減情況 也就是說 投入到土地中的人越多 平均每個人就會越窮 也就是說 內卷被加入了內耗的意思 從那時候起 內卷化就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中 影響比較廣泛的一個概念 而隨著內卷化這個詞 逐步進入公眾視野 與原本的社會學內涵相比 含義已經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經常在網上看到 內卷化這個詞 大多都是用來形容某個領域的過渡競爭 造成了互相之間的排制、耐耗 尤其是通過壓榨自己 來獲得微小的優勢 譬如公司一直是8小時工作制 但是有些人總是自願加班 還得到管理層的賞識 於是 感到有壓力其他人 也開始自願加班了 結果就是時間久了 加班就成為常態 現在這種內卷化 似乎已經滲透到各個行業 很多人都是一邊在搏命加班 一邊又在網上抱怨工作 太卷了 不過這裡有兩種現象就特別典型 一個是外賣速遞員的內卷化 另一個是教育的內卷化 之前在節目中我們說過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入工廠打工 為了相對的自由和高薪 選擇去做外賣速遞員 這樣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 4月份的時候一位北京人社局的副署長 他就體驗了一天做外賣的生活 結果花了12小時送外賣 即是賺得到41元 這位署長感嘆說 這些錢太不好賺了 去年人物雜誌發表過一篇 《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 今年一位北大博士後也發表了一篇論文 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 這兩篇文章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象 系統是怎樣通過優化 令外賣速遞員的送餐時間越來越短的 同樣的距離 用的時間越來越短 賺的錢也越來越少 說穿了 就是系統操作下的內卷 結果就是 外賣的要更加拼命 連帶在路上所有的人交通風險也變大了 大家的環境也差了 但是唯獨通過生產力耐耗賺到錢的 是背後的大資本 送過外賣的朋友可能知道 在外賣系統設置中 送貨時間是最重要的指標 而超時是不容許的 一旦發生超時 就意味著做得差 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 有關數據顯示 2019年 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 平均送貨時間 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 有速遞員說過 送外賣就是和死神賽跑 和交警交警 和紅燈做朋友 真是一點都沒有花架 我們看一組數據 2017年上半年 上海市交通警察總隊資料顯示 在上海 平均每2.5天 就有一名外賣速遞員傷亡 同一年 深圳3個月內 外賣速遞員傷亡12人 再看2018年的數據 四川的成都 平均每天就有一位速遞員 因為違法 或傷或亡 在2018年9月 廣州有外賣速遞員交通違法 將近2,000宗 其中美團速遞員佔了一半 排第二的 是惡了魔的速遞員 內捲模式的結果 就是拉低了整個社會的平均收益 外賣速遞員2年前 一單外賣可以賺到9元人民幣 到今年 已經是一單只能拿到4元 為了互相競爭 速遞員今月壓低工資獲取訂單 不僅如此 拼命的外賣速遞員 還要自己給養老保險 還有工商險 醫療險等等 譬如美團號稱有1,000萬的速遞員 活躍人數大約在490萬左右 但是 就算是買個3元的商業險 也要在訂單裡面扣 按照美團的說法 他們都是美團的外判員工 和美團沒有直接勞資關係 不過我們看到 美團2020年的財務報表顯示 美團一年營收1,148億 而之前 中國財新百名富豪榜的統計也顯示 美團的老闆王興 再擁大約1,800億的身家 而王興也曾經給 在美團退休的王惠民 開出過1億5千萬的年薪 王惠民現在身家 也有183億 所以有人說 內卷是因為資本家太壞了 他們要獲取生產經營活動中的 絕大多數利益 於是一些送頭送尾 只能靠低層的人民 互相傷害來進行分配 不過這樣聽上去 似乎是說 這個內卷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不過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 漢彪在去年10月授訪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番這樣的解讀 他說 從職場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說 內卷是用來對現在資本主義的批判 但是用資本主義這個詞太廣泛 太不正確 因為 無論是在資本主義最早起源的英國 還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得最好的德國 沒有出現這種內卷現象 所以它是有一些中國特色 接下來再說一下 網上另一個討論非常多的教育的內卷化 而相關的典型就是大陸高考中的 行水現象 在中國的應史教育模式下 河北的行水中學就好像一座高考加工廠 學生就好像是工廠的機器 要在備戰氛圍和提海戰術中不停運轉 但是無論行水中學招多少人 升學率有多高 全國各類高考在河北的招生名額 也是基本不變的 行水中學再強大 只是侵佔河北其他地區的升學資源 而且阻止了學生 積累課外知識 培養業餘愛好的可能 令學生失去了創造力 而且現在 似乎就連幼稚園都在內卷化 不僅要提前很多年排隊 到了幼稚園高班 很多一線城市的小孩 就不在幼稚園 都去了各種培訓機構的所謂幼少咸接班 這個比例甚至高達60% 這裡還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一位家長說 她小孩才4歲 已經掌握了1,500個詞語單詞 不知道是否夠用呢? 另一位家長說 在美國肯定是夠用 但是在北京海定 那肯定是不夠用 北京的朋友也知道 北京的海定被稱為文化區 賣堆的知名小學、中學、大學 連帶周邊的樓價都高企 當然這是笑話 但是也可以看出 大陸學前教育競爭的激烈和惡化程度 而對於那些終於考入大學的天之嬌子來說 大學生活依然不輕鬆 內卷化普遍存在 尤其大陸現在經濟形勢不好 很多大學生畢業只是失業 所以每個人都在搞盡腦汁 拿A、考90加 想補送研究生 自然其中的競爭也非常激烈 而且考到也未必有好前途 還可能要面臨導師的刁難等等 由大陸支付網的數據 可以看到2020年大陸高考學生自殺事件 至少有57宗 所以說 個中辛苦 捲入的人都會深有體會 人類學家航標就說 今天的內卷是一個陀螺式的死巡蠻 我們要不斷抽打自己 讓自己這樣空轉 每天不斷地自己動員自己 所以它是一個高度動態的陷阱 這樣造成內卷化的根源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在中共治下的中國 大家會選擇 寧願壓榨自己 來換取一些競爭優勢呢? 我們看到 其實它是有根源的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 叫做柏拉圖最優 也叫做柏拉圖效率 大概是說 在經濟中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在不讓他人環境變壞的同時 讓自己的情況變得更好 這種狀態 就達到了資源分配的最優化 又達到柏拉圖最優 企業老闆必須在保證員工的利益 不受到損害的基礎上 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 優化資源分配 追求企業的最大收益 我們看到 要避免內捲化陷阱 關鍵在於技術創新 和體制機制改革 100多年前 美國的經濟學家洪彼得 在著作《經濟發展論》中 提出了創新涵蓋的清單 包括產品、工藝、市場 還有資源分配和組織 但是在中國大陸 中共政權既沒有創新的動力 也沒有指法 保障工人利益的意願 又缺乏民主和法制的監督機制 所以中共權貴 一方面可以獲取大部分的資源 來獲得各種競爭優勢 還可以利用手上的資本 壓榨和剝削工人 當然 可能會有人說 不要將什麼問題 都扣到中共頭上 不是還有很多黑心的私人企業家嗎? 是這樣的 但是這種現象的根源 也是因為中共在全社會範圍內 有目的 並且系統化地 讓大家接受進化論 無神論的結果 我們仔細看看中共這幾十年來 搞的各種運動 都是要讓大家信奉 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將競爭 略奪 作為唯一的出路 搞到人人自危 在這樣的灌輸下 中華文化的傳統道德觀念 在一些人眼裡 就成為無意義的教說 因果報應 善惡有報 也成為迷信 相應感 社會道德也開始陷入崩潰 我們也看到相應的惡果 就是一些人在競爭中 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友善的本性 大家在所謂的競爭 和適者生存的觀念下 進行著合法的自相殘殺 甚至無所不為 內捲化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市場競爭的結果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很多都是中共的政策干預造成的 譬如一些大城市高樓價 也是一種內捲化 2016年的數據顯示 上海市保留的耕地面積大約1900平方公里 但是上海並不需要發展農業 而因此造成的住宅土地供應不足 就導致了過高的樓價 尤其目前 中共在經濟困境下 會進一步干預經濟 例如在目前原材料大幅加價的情況下 中共又要求製造業不要加價 企業既然要不加價 又不能大量解僱員工 這樣減少成本的唯一辦法 就只能是低工資水平了 可以想像 未來大陸的內捲化 可能會更嚴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